效果有点像这样 假设我不是找全部的 假设我要找某个人 所以一般当然要不就是说 你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视窗让你去填写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不就是说 最简单的方法我是用input bus 这个叫input bus input bus它的优点就是说 你直接就可以在这边输入了 当然如果说你要做的相对 比较复杂功能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表单 不过做表单其实相对当然复杂 不过如果说你不想做表单 你只是希望取得使用者的某一些资料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input bus input bus的话 你就是让它跳出来之后 你就在这边输入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比如说我只是想要 找某一个人的工作表 那我就直接输入他的 不过我先取消一下 因为这边应该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旧资料先删掉 因为我刚刚没有防呆 我们还没讲到防呆 防呆就是如果有错误的话 因为如果我假设在找菜头 那因为已经有菜头 那一定不能重复 会发生错误 所以如果说要防呆的话 你应该说如果他做这件事情 重复了怎么办 那你可能就知道他可能是要找最新的 所以你就帮他删掉旧的 重新查一个新的比较好的 这样的话相对的也不用 就是说不会造成错误 也可以解决问题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一个功能 筛选业务 当我输入某一个 比如说我要找小咪的话 那我就在这边输入关键字 叫小咪 打错了 小 OK这样 好 小咪 帮我找出来 那我的需求是怎么样呢 帮我打上这个之后 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小咪这些资料放过来就好 大概是这样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 因为有的时候老板说 我不要这么复杂 你不用给我全部 因为你给我全部 我要慢慢找 我只希望你能够跳出一个 可以输入资料的地方 让我可以怎么 可以就那个就好了 他也不用说那么多 OK那我怎么办 按确定 小咪就出现了 然后倒过来 那怎么办 其实你就不用 把刚刚的回圈拿掉就好 其实刚刚不是有回圈 回圈是全部 其实这个地方的写法 其实就是把回圈拿掉 拿中间那一段程式 那差别是说 前面会加一个input box 让它输入 输入完之后 把结果产生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要怎么写 筛选业务 当然后面你们也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不要筛选业务 我要筛选其他的各个栏位都可以 每一栏都可以 比如说我要针对什么去做查询的话 那其实做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实际上这些做法就等于是把ecell当成资料库来用 其实资料库里面不外物的查询资料 也就是说你现有的资料你就可以拿来当成是查询的栏位了 这个其实就是跟那个资料库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在资料库里面 我们通常会用到一个叫seql的语法 所以如果你要学查询之前 你还要学seql seql里面有一个语法叫slate 然后你还要学这个之后 才能够做出那个资料库的查询功能 但是我们现在先避开 如果说我要把ecell当资料库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不用学这个 你只要学会筛选就好 那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功能 我要按他 然后输入某一个人 然后再来找一个英雄 这样怎么写 而且你不能打错 打错一定是找不到英雄 OK 好 至于说防呆 比如说有什么 老师可是我只知道他开头是阴 我不知道是不是阴什么 我不知道 那我打个音如果他也可以自动出来 那更好 那个叫什么关键字查询 那关键字查询怎么做 这个就是下一阶段的事情 我们按部就班好了 OK 首先的话第一个 如何把刚刚刚的这个程式 变成这个程式 这个是全部的清单 可是我不是清单 我的来源是来自于一个input box 所以我的写法是这样 一就是先切到这 我刚刚的写法是这样 其实主要就是先把我这边拿掉一下 第一个你打一个sub sub 然后后面打一个什么 筛选业务 直接按enter就可以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什么 一个sub 然后这个他会自己写 and sub就出现了 然后意思是说我要产生一个 这个副程式sub的程式 然后里面要写什么呢 第一个 我就要跟使用者要一些资料 所以开头的话 假设我多一个 这个什么 x是一个变数 等于什么呢 我要跟使用者要一个 等于什么 input box 所以后面你就打一个input input box input box就是跳出那个小四窗 那个叫input box 然后呢这边你又给他一个讯息叫 请输入业务名称好了 反正就这样 ok这样 好 然后后面加一个 后双引号后刮5 ok 那他就跳出来 所以如果执行这个的话 那执行 他就跳出来 请输入业务姓名 那你填完有没有 小米 他就把小米两个字的字串 丢到x 所以x就是一个字串 记得是一个文字 一个双引号的文字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他取得错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如何利用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因为刚刚是跑回圈 可是我现在不是要回圈 其实我只要什么 所以你破回圈里面这些程式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 贴上 但是因为缩排的关系 有没有 我是建议你可以 什么 把它凸排 往右 是按tab 如果要让它往左 有没有 往前就凸排 其实按什么 shift按住 再按tab ok 这叫凸排 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会这一招 上面这边有个工具列 工具列 记得 按右键 在工具列上按右键 编辑 这边也会有个什么 这个叫缩排 凸排这个也可以 shift加tab 这也可以 按这边也可以 而且它会显示快速键 不过像这种快速键 常用的请勿必要记下来 ok 因为当然理论上 你说老师 可是我这样写 反正直接也可以run 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看了就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特别注意 养成好习惯 城市一定要 整整齐齐 按照那个 该缩排就缩排 当然你不缩排 城市一样照跑 可是说真的 以后你会看得 很难过 而且你给别人 看别人会很难过 会觉得奇怪 你怎么写成这样子 像我看别人 城市 像有些同学 会问我问题 我直接看 我就觉得直接 就一定要把它调整成 对的样子 不然的话会看不下去 ok好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当他输入是X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是从哪里 从这边去抓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从什么 从X来 所以记得 把这边 选择E里面的Sales的 ID的N栏 全部都改什么 改X就好了 有没有 名称就是这个 那这个呢 也是这个 所以甚至你可以用取代的 反正呢 他进来的名称 通通就是取成这 所以啊 基本上我就 比如说小咪嘛 那我就是直接把他名称换成小咪 然后筛选的条件呢 也叫小咪 有没有 就Critic E就是意思说 在这边呢 帮我找小咪的所有资料 然后帮我Copy过来 Copy到哪里 Copy到这边来 ok 然后栏宽自动调整 那最后当然呢 底下 其实比较完整一点 应该取消筛选 跟 应该是 所以这两行 回圈外面这两行 可能也顺便复制一下 把它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下面这边 有没有 就再把游标 切回到第一个 并且呢 取消筛选 这样就完整 所以理论上 我是把刚刚的这段程式怎么样 直接Copy过来 但是Copy开什么 B开回圈部分 Copy过来 然后这两行 Copy过来 ok 那个画面更新的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只有一页 所以其实你不用去开关关 因为那个不需要特别去做 另外的话呢 那个我们这个地方 就把它改X 所以你需要把前面 加一个input box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